大家好,欢迎来到Freeze线上研讨会 好的,看到大家陆续加入会议了,那我们开始吧 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Freeze公司亚太区客户经理Rose郭文 在此特别欢迎MemSource和Freeze的老朋友和新朋友 今天很荣幸能够带大家认识全新的Freeze公司和FreezeSuite本地化工具套件 接下来我将介绍FreezeSuite的两款主要产品 它们各自的优势以及适用用力以及近期重要的产品更新 其实2022年对Freeze来说是意义非凡的一年 今年9月MemSource和Freeze正式完成品牌整合 两个产品强强联合,打造的FreezeSuite本地化套件 也可以全面地覆盖企业的翻译和本地化需求 其实每个品牌都有自己的发展故事 我们也不例外,自一开始之前 我先为大家分享一下Freeze和MemSource的成长故事 其实MemSource和Freeze都是顺应时代和行业的发展需要而衍生出的工具 早在2010年市场主流的翻译工具大多是桌面端的 而我们的创始人David甚至项目管理和翻译过程中的痛点 所以他一直希望打造一款基于云端的产品 其实这在当时似乎还是很疯狂的想法 但是这些年来市场已经证明 这确实是具有前瞻性的明智选择 所以本身翻译和本地化是一个很特殊的行业 它不仅需要全球人力资源的协作 而且受众也是面向全球的人群 因此长远来看 桌面端的工具很难满足行业对协作和高效率的要求 所以十多年来MemSource也是深耕TMS工具 不断的优化功能 钻研AI技术 打造出了深得用户好评的TMS加CAT工具 所以十多年来 我们也是坚持为 最新的高效率中的免费的学术版本 供老师和学生学习和测试来用 帮助很多学生开启了本地化的职业生涯 所以产品重塑之后 曾经的MemSource产品 现在正式改名为Freeze TMS Freeze最早是由我们的德国同事来打造的 十多年前 有一家客户要求我们在四周之内 打造出一款提供24个语言版本的旅游预定平台 虽然我们的团队当时在帮助企业开发软件方面经验非常丰富 但是这种国际化的需求却并非我们的专长 最后我们决定自己构建一个应用程序 让翻译人员能够在边浏览网页边进行翻译 这样也就加速了整个项目的进度 也为我们后期InContact Editor这个功能奠定了基础 后来我们向很多的开发团队去展示这一功能 也是受到的大量积极的反馈 因此在2010年底 我们将这一想法正式打造成了Freeze Streams的原型 所以一年之后 随着用户数量的不断增加 我们又将这一工具打造扩展成了一个平台 这样就能够为完整的本地化流程提供API 集成工具和工作流支持 所以就这样Freeze平台也是不断的优化 然后发展成为了最受欢迎的软件本地化工具 能够帮助软件开发人员来解决本地化问题 同时也简化了整个的软件本地化工作流程 而品牌重塑之后 曾经的Freeze产品 然后现在改名为叫Freeze Streams 由于MemSource和Freeze能够覆盖企业不同的需求 然后后来两个团队也是经过全面的整合 发展成为一家公司 一个团队 共同开启新的里程碑 好的 相信大家听完上面的故事 大家对Freeze有了初步的了解 那我们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一下 Freeze Suite的仪画套件 其实在一个多月之前 我们推出了Freeze Suite的本地化套件 其目标呢就是为了让各种规模的企业在各个发展阶段都能够上手 这样一套端到端的本地化平台 像除了工作流程自动化和机器翻译等 AI等功能之外 这个平台还能够与其他的各类平台进行集成 所以呢无论您是什么样的行业 什么样的团队 都能轻松的来上手 而且能够快速的访问您的本地化内容 Freeze Suite呢是由四个部分组成 分别是Freeze TMS Freeze Streams 然后Freeze Translate 机器翻译 以及Success Plan 客户成功计划 我今天呢只是简单介绍一下 机器翻译和Success Plan成功计划 其中我们网站有更详细的信息 如果您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到我们的网站来浏览更具体的内容 尤其是像机器翻译 在机器翻译 近期我们是有重要的更新 所以也敬请关注公告 然后Success Plan呢 我们称之为成功计划 它主要的作用是为客户提供定制的咨询服务 然后帮助他们构建 适合自己的本地化流程 然后提供最佳的实践指导 以及向平台迁移 配置建议等等 所以大家感兴趣 可以到网站去浏览 接下来呢 我们重点来关注Freeze TMS和Freeze Strings 他们两个呢 仍然是两款产品 所以呢 也可以单独来使用 但是两款产品 其实有各自的优势 您比如说Strings 它更适合于 更适合于数字化团队的协作 而TMS呢 则是更成熟的 翻译管理系统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Strings 所以Freeze Strings呢 其实可以帮助数字化团队 来创建统一的数据来源 有效的管理文案 就跟它的名字的意思一样 Strings它是基于字符串的 而不是基于文件的 所以它非常适合 软件和数字化产品的 本地化工作 Strings就是这样 由开发人员来开发 并且受到开发人员喜爱的 这样的工具 更重要的是呢 它还能够实现开发人员 撰稿人员 以及像比如说设计师和议员的 有效协作 同时它还有 还能够与其他的工具进行继承 比如说像设计师 可以使用 可以享受原生的Figma继承 而开发人员呢 也可以利用灵活的API Github GitLab 像BitBarket的继承等 而且还包括专用的CLI工具 像数字化团队通常也是 也会很喜欢将内容转化成 就是各种其他可用的格式 比如说您上传的是Excel文件 但是下载的呢 却是JSON文件 您还可以利用 Over the Air功能 来对移动应用 进行UI的更新 然后也可以利用 Branching分支功能 来更好的连接您的代码 存储库 所以这样呢 您既可以使用 您既可以使用 FreezeStreams工具 单独使用它 然后使用它直观的 Streams编辑器来进行翻译 也可以把您的翻译作业 发送到FreezeTMS当中 所以关于这项功能呢 我们在后面详细来介绍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FreezeTMS 这些工具呢 非常适合项目经理 市场部门 以及相关的团队 他们可以利用 自动化的文件 或者是基于 内容管理系统的 工作流程 比如说您可以 连接到您的 WordPress AEM 或者其他电商网站 也可以其他的 像市场 自动化平台 进行集成 所以TMS 相当于一个 管理枢纽 在上面您可以 集中的管理 管理翻译流程 翻译供应商 译员资源 以及质量检查项目 当然您也可以 将翻译项目 完全自动化处理 而且可以定制 自定义的工作流程 步骤 像功能齐全的 CAT工具的话 则是帮助 专业译员来提高 翻译效率 当然您还可以 使用像 高级语言功能 使用禁用 术语 TM优先顺序 或者是 多项QA检查 来 这些都是非常实用的 TMS工具 另外 像机器翻译 和AI技术 则是帮助您来 实现 效率的提升 和成本的降低 那么我们 为什么要将 这两个工具 结合起来呢 以及怎么样 把它们 结合起来 使用 首先我们在 Feed Suite的 整体 整体UI体验方面 做成 进行了统一 我们的整 两个产品的UI 都进行了重新设计 如果您之前 也有在使用两款产品中的 其中一款 您可以看到 整个UI进系的 一些改进功能 然后 类似的 这种UI体验 可以让您更方便的 在两个工具之间 进行切换 而且 这样您的 您的团队 使用起来 也会更熟悉 也便于操作 几个例子来说 比如您之前 产品团队 已经在使用 Freeze Streams 然后随着业务的发展 您可能会收到 越来越多的 市场翻译资料 然后这种情况下 您可以再添加 Freeze TMS 订阅 这样您就可以让 内容 想和市场团队 来使用TMS 然后充分利用 TMS的翻译管理功能 然后 整个团队 也会因为 使用相同的 这种UI元素 而更容易上手 从而减少 内部的这种 培训时间 所以也就有助于 咱们把 更快的来开启 本地化工作 把产品快速的 扩充到 新的市场 同时呢 我们还 发布了 统一的登录界面 这样您可以 更轻松 也更 方便的 来切换平台 您只需要 点击Suite Login 然后输入 一次登录凭证 就可以登录 新的界面 登录之后呢 您可以去查看 个人资料 然后订阅管理 以及设置 也可以在 TMS和Stream 之间呢 进行切换 当然如果您 只订阅了 单个产品 也可以进行 直接进行 单独的登录 我们建议您是 可以通过Suite Login 来尝试一下 然后如果您 之前 再用一个产品 也可以在 没有使用的 那个产品 地方点击 开启试用 都非常方便 最后呢 我们 开发了 连接 Freeze TMS 和Freeze Streams的 集成功能 这个功能呢 是在 Job 工作的级别 来连接 两个平台 所以我们 给它起名 叫JobSync 工作同步 所以这些功能 更适用于 同时使用 Freeze Streams 和Freeze TMS的客户 它主要是 提供了一个 无缝的 本地化体验 将Freeze Suite的 各个部分 连接起来 这样呢 您就可以充分 利用到 Streams和TMS的 全部功能 那么开发 这个功能 到底会为 我们的用户 带来什么好处呢 所以 我们认为 它能够给客户 提供更全面的体验 比如说 可以帮您实现 统一的工作流程 您可以在 Streams平台 来管理您的 多语言 软件副本 然后呢 在 Freeze TMS平台上 来管理 集中的管理您的 像翻译资源 还有翻译工作 然后也能整个 加快整个 翻译本地化的 这个 工作进度 像您可以为 数字 数字化团队 提供专用的 这种 软件 本地化工具 Streams 然后来帮助团队 缩短整个 发布的周期 然后在 另一个平 在一个平台上 来维护整个的 语言资源 从而来 节省时间 同时呢 您的 像议员和 翻译公司 也只需要在 Freeze TMS上工作 也就不必来 培训他们 使用两个工具 所以 这样您就可以 利用起 Freeze TMS 强大的 语言功能 来提高 翻译质量 也可以利用起 TMS上的 像高级 机器翻译 然后和AI技术 来节省成本 并且快速的 交付翻译项目 接下来呢 我将为您展示 JobSync JobSync的功能 我们其实提供了 两种的连接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 通过在线的 存储库 或者是 提交者门户 Submitter Portal 然后手动的 上传 提交字符串 这样的 这种方法呢 您就可以 手动来操作 另一种方法 是自动的方式 也就是说 您在TMS上 设置好 自动创建 项目的规则 我们简称它为 APC功能 然后呢 TMS就会 自动的检测 Streams上 有没有新的内容 一旦检测到 新的内容 TMS呢 就会自动的 为您创建 一个项目 或者一个Job 那接下来 我带大家 到我们的 平台上 来看一下 JobSync 是怎么样 工作的 好的 我们现在打开了 我们的登录界面 在网站点击Login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好的 我们现在 来到 Freeze的网站 点击用上角的Login 您可以尝试 用Suite 登录 我们这里点 Suite Login 然后点击登录之后 只需要输入一次 用户名 密码 这样可以看到 对整个全区账户的控制面板 然后两个产品 也都可以直接通过 点击打开来登录 首先我们 先到Freeze Strength里面 来创建一个项目 大家可以看到 我这里也点开 Freeze TMS 与时间关系 我先对两个功能 具体的功能 不进行详述 如果您之前 没有使用过 TMS 或者是Strength 两款工具 你可以在线下 单独约我们 然后我会给您 进行答疑 或者是具体的演示 然后现在可以看到 整个左侧 是导航页面 两个产品呢 虽然有很多的 不同之处 但是也有 共同的特点 所以它的 整个导览页面 是比较相似的 然后 其实为了统一的 用户体验和功能体验 我们的产品和技术 也付出了很多努力 所以 你可以看到 左侧的导览页面 有重要的功能入口 然后Strength 和TMS的这个术语 也进行了 进一步的统一 你比如说项目 都是代表的 projects 然后工作 代表的是job 然后 其翻译机库 TM TB 这些说法 也都是统一的 其实统一的术语的话 有助于 咱们在使用过程中 这两个工具的切换 不需要更多的程讯 和熟悉时间 所以接下来呢 我带大家 在Strength里边 来创建一个job工作 然后呢 把它去推送到TMS里边 首先我们 在TMS中呢 需要做一个简单的设置 设置需要 两个系统的连接 需要有一个工具 叫做连接器 Connector Connector通常的功能呢 是用于 跟第三方系统的 进行连接 然后在这里呢 TMS也是通过连接器 与Freeze Strength 进行连接 你只需要点击新键 输入名称 然后选择 FreezeStrength 这个类型 然后呢 包括导输模式 语言层级 然后工作层级 把它标记为 已完成 然后在这里输入 FreezeStrength的 访问令牌 测试连接 即可以了 然后我这里已经 做了一个 已经连接好了 所以 我们就 以它为例 进行操作 下一步呢 我们就是到Strength里边 来创建一个job 然后在Strength里面呢 这是我们的项目 项目里面 我们可以在很多地方来创建job 其中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项目里边有三个语言 其中英语是默认的语言 然后法语已经翻译完成 现在就剩中文 中文呢 是大家可以看到 是百分之百位翻译状态 我们可以到新的Editor 编辑器里边来看一下 编辑器也是非常 设置非常方便 然后右侧 这边是编辑 两种语言 然后现在是没有 没有翻译的 然后可以设置字符限制 然后包括翻译建议 也就是各种TM的匹配 以及参考文件 参考文件可以添加截图 就非常方便 直接上传 拖拽 包括key的相关信息 都在右侧信息栏 提示 然后你也可以进行筛选 通过翻译的状态 以及排除 复数等等 来进行排除 所以现在这里看到的是 为翻译的状态 那我们现在来创建一个job 翻译一下这些中文 好的 我们 我们在 这里点击 添加新工作 添加新工作 可以对你的工作 进行命名 可以设置 截止日期 也可以补设置 然后briefing这里边 可以说明一下 你对工作的要求 以及选中 要翻译的这些key 再选中目标语言 中文 好了 那我们现在点击继续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的 我们可以预览一下 整个的job 没有问题的话呢 可以点击开始工作 好的 现在是开始状态 in progress 进行中 那么我们回到 TMS里边去 看一下 第一步呢 我们先演示 如何进行 手动的创建 那我们先点开一个 之前创建好的 之前创建好的 一个项目 我们点击 新建 新建工作 这个时候呢 要选择 从在线存储库添加 存储库 这里就是我们通过 连接器连接到的 Streams上的内容 然后我们选择 这个job所在的项目 是job sync demo 然后点击mainjobs jobs底下 可以看到 刚才我们创建的 这个job 点击确定 确定之后 其他的保持默认就好 所以我们点击创建 好的 在这里可以看到 我们新创建的 这个工作 我们现在呢 直接点开 进行编辑 因为我们的 我们的默认设置里边呢 启用了预翻译 然后也启用了机器翻译 所以自动的就会给翻译 机器翻译了 然后包括刚才我们在 Streams里边的截图 key的相关参考信息 也都推送过来了 所以这会为议员提供 非常好的参考信息 然后假设我们这是演示目的 假设我们现在 接受了 接受了这个工作 然后同时也完成了 完成之后 完成之后 我们可以回到 GAMS里边的这个项目 来查看 现在这个工作是 已完成状态 我们要把它推送回 Streams 这个时候可以点击 选中这个工作 然后点击下载 下载的时候呢 可以点导出到 在线存储库 好的 现在 已经导出完成了 我们回到刚才的 Streams 那个照部来看一下 刷新一下 你可以看到 这个照部的状态 已经变成了完成 然后我们到语言中 去查看一下 中文是不是已经翻译了 看 现在我们刚才 这个中文 已经百分之百 是翻译状态 然后在 编辑器中打开 看一下它的效果 也可以看到 刚才还是空白的 空白的内容 现在都已经 替换成了中文内容 所以 这是最基础的 两个平台的 进行对接 当然更详细的内容 我们可以 先下进行探讨 好的 刚才我们已经 用手动的方式 将 Streams里面 创建的照部 推送到TMS里面 然后TMS翻译完成后 再自动推送 并且更新 Streams里面的状态 所以 我们接下来 来体验一下 如何用自动化的 方式实现 首先我在这里 创建了一个新的 在Streams里面 创建了一个新的项目 这个项目 就是完全复制 刚才的项目 然后 创建的 创建之后 我们点开看 语言 这里 也是创建了中文 现在是 未翻译的状态 百分之百 未翻译 那我们还是为 中文的项目 创建一份工作 然后 同样 还是可以输入 要求 选择 选择要翻译的 这些key 选择目标语言 然后点击继续 好的 现在 我们先不点开始 先到TMS里面 进行基础的配置 如果要进行 如果要实现 自动化的工作流 我们需要先在 TMS里面 进行设置 选择设置 然后 在自动化操作里面 有一项叫 自动创建项目 自动创建项目 我们已经创建好了一个 可以以它为例 点开 首先对这个工作的流程 进行命名 就命名为 JobSync Demo 然后选择被监控的文件夹 被监控的文件夹 就可以选择刚才 我们在Strength里面 其中 JobSync Demo Auto 这个项目底下的 这个项目底下的 Job的这个文件夹 然后监控的时间 频率 我们选择每五分钟 检查一次 然后进行下一步 下一步 通常情况下 如果我们是完全不同的项目 不同的内容 可以点击创建一个新的项目 但就这个项目而言 它是Strength里面的同一个项目的 不同内容 所以我们可以创建一个连续的项目 这样就会在同一个项目底下 进行不断的更新Job 然后选择项目模板 再下一步呢 都是可选项 你可以选择要不要直接根据模板来分配 翻译的提供商 以及是不是要生成默认的分析 好的 那现在设置好之后 点击保存 我们再回到Strength里面 把刚才的工作来开启一下 现在 这个Job 变成了开始 进行中的状态 然后 通常这个要按照它五分钟 检测一次的频率 那我们不等了 点一下选中它 点现在检查 检查之后呢 我们到项目里来找一下 项目里面 因为我的项目模板 命名是JobSync Demo 这个项目 所以呢 它自动给 把刚才Strength里面的JobSync Test 这个 这份工作来同步到了这里 现在是新建的状态 然后我点开 还是到编辑器中 假设一元 一元接受了这个工作 然后也完成了 好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项目里边的状态 JobSync Test 这个工作已经已完成状态 那我们回到Strength里边来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JobSync里面的 这个工作 也已经变成了已完成状态 所以它是 它不需要我们手动的来推送回来 自动的会从 将已完成的工作 推送到Strength里边来 所以这是Strength的两种工作方式 刚才为大家演示了 JobSync是具体如何是工作的 那我们回来 再来进一步总结一下 JobSync到底是 到底是有什么好处 首先您可以将Strength里面的 像屏幕截图同步到TMS 为一元提供很多参考信息 包括很多客户在用的 将字符限制这种数据信息 推送到TMS 也可以通过它的QA功能 来进行检查验证 像FreezeStreams里边 常用的分支功能 Brenching这个功能 它也可以在创建单独的Job 也是可以同步到TMS里边 当然像KID这些描述信息 也一样可以推送到TMS里边 提供更多的背景信息 所以基本上你也是非常丰富的 一些设置 这一页主要是呈现了 FreezeSuite本地化套件的整个 全概览 所以FreezeStreams呢 像是可以满足 用于产品部门开展软件 本地化工作 然后FreezeTMS呢 则是为各种各跨部门的 进行各种本地化工作 然后JobSync 就是将两个产品 来连接起来的这样一个功能 实现无缝的数据交换 而且每一个产品呢 都还有单独的这种 集成工具集 比如除此之外呢 Suite还集成了像分析 还有机器翻译功能 当然还有最基础的 第三方系统的各种集成 这些也都是大家可以依赖的地方 关于FreezeSuite 我们接下来有哪些期待呢 我们关注的重点 像第四季度 我们会推出的是 包件的全局登出功能 然后2023年 还有很多功能都值得期待 特别是跟JobSync相关的 比如说刚才演示的时候 JobSync还需要一些基础的设施 然后在2023年呢 我们推出的 打算是可以自动的创建JobSync 这样呢就不需要进行各种设置 直接就可以创建 像而且接下来 像很多客户要求的 Strange里面的ICU信息的支持 也都会得到实现 包括还有一些IDM身份管理的 单点登录 以及像社交平台账户登录 这些也是明年都要实现的功能 其实我们一直在做 更新和改善 像我们的产品更新页面 平均每两个 每一个月都会有两次重要的 更新和改进 所以这里呢是 这里我们列出了 Strange和TMS重要的一些更新 当然具体的信息 你可以订阅我们的更新页面 然后随时都会收到我们的更新通知 Strange呢 像我们推出了新的Success Plan 最早的时候只是支持TMS 然后包括现在新的Strange编辑器 也是非常的方便 然后再加上美国 Strange也有美国数据中心 TMS的话则是增加了各种的 像Continuum的应用 然后APC自动创建项目的第二版 也就是刚才我们演示的 然后以及像SEO Press WordPress插件 然后以及跨项目搜索关键4 这些重要的更新 接下来像看到全新的Strange编辑器 也是让咱们的数字化团队的使用更简单 特别是对于一些刚开始做本体化工作 经验不是很多的团队 也能轻松的入手 就这里面简化了很多操作 特别是像P处理也非常实用 你可以快速的选中P处理要处理的事项 然后像屏幕截图 也是直接通过拖拽的方式 直接就可以添加 然后照顾的背景呢 也可以选择 比如说按摩室 也可以与我们的系统进行匹配 所以基本上您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然后APC功能 刚才我们也演示过了 它是有三大三步走 轻松的来进行本体化的设置 其实这样呢 主要是帮助客户来提高 本体化应用的这种工具的应用率 然后实现更多的本体化 自动化设置 也是帮我们项目经理来解放更多的经理 来释放更多的时间 所以这一页最后 我们来总结一下 今天所讲到的内容 为什么要结合来使用 Freeze Streams和Freeze TMS 其实 首先呢 Freeze Sweets 它的推出就是为了涵盖更多的 客户用力 你这样它可以涵盖到我们几乎 业内所涉及到了几乎所有用力 也能广泛的支持咱们行业内的工作流程 都包括50多种的集成 还有50多种的文件格式 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 非常重要的协作功能 其实像Suite提供了强大的这种协作功能 像咱们涉及到的PM 项目经理 本地化经理 议员呀 包括设计师 开发人员 以及到市场人员 所有的同事都可以 相关人员都可以在统一的平台上进行互动 然后推进项目的快速运转 然后第三点 其实Freeze Sweets 它具有非常好的灵活性和可扩展性 它的设置也是面向未来的 像您可以 一般客户都可以从一种产品开始用起 随着需求的改变 当用到的时候 再去按需要去增加新的功能 或增加新的版本 然后这些都会非常适合各个阶段的用户来使用 所以提产品也是面向未来的 然后最后呢 这是我们还是非常建议您来亲自体验一下两款产品 这两种产品也都是目前是提供14天的免费试用期 所以期间有任何的需要我们来解答的 也欢迎您联系我们 接下来我们进入答疑阶段 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 好的 首先刚才提到如果有一个问题是 如果有同事误删了文件 怎么能查出是哪位同事就删除的 以及是还能够还原 这个问题应该是Freeze TMS中产品相关的 相关的这个工具 我们可以试一下 像是把刚才的其中一个项目删除了 在设置里面 我们可以在设置里面的回收站去寻找 回收站中它会把咱们删除的 删除的事项还是按照它本身的分类来进行的 比如说我刚才删除的是一个job 一个工作 那我选择工作这个类别 然后可以看到这是 我删除的项目 job的工作的名称 那个项目的时间 然后删除时间 以及谁删除的 如果是误删的 我们也可以点击恢复以删除的项目 所以就可以了 再回到继续 继续回到答疑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 当有翻译文件派发给 就是不同的议员的时候 能否按照优先顺序设施几个备选议员 这个也是 也是TMS里面的相应的功能 所以这是完全可以的 通常情况下 也是建议 建议项目经理 把这些功能都用起来 你比如说在高材的项目里边 我来新创建一个新的工作 创建工作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选中 我们可以选择 在这个提供商这个位置 输入多个不同的议员 你比如说一个两个三个 然后在这个地方 通知提供商这里呢 我们可以设置一个时间间隔 比如说20分钟 那这样的话 第一个 这个新的工作呢 会优先发送给第一个议员 如果20分钟内 第一个议员没有接收 他再会为第二个议员发送 同样的道理 也是再20分钟之后 给第三个议员发送 如果这三个议员 同时都收到了 这个这份工作 然后那就是谁先 谁先点击了 接收 接收这个工作 那谁就是获得了 这个编辑访问的权限 其他人就不会 其他人的工作页面 就不会再显示 所以这是 当然这是 这是手动创建的时候设置的 如果您在自动的 创建项目模板的时候 也都完全可以设置多个 这样被选议员 按照这样的通知模式 来进行通知 然后第三个问题 有时候我们有些项目 比较着急 可以把一个项目分成 两份 分给不同的议员 进行同时翻译吗 这是在系统中能不能实现 这个功能涉及到的是 Freeze TMS里面的 TMS里面的 Jobs Blades 拆分Jobs 这样一个功能 它的拆分原理 其实是 它的拆分原理 你可以看一下 选中相应的这个Jobs 然后分割文件 分割文件 我们可以选择规则 一个是按文件的部分 还是 分成按句段来分 还是按字数来分 比如说分成几个部分 分成几个部分 由两个预言同时进行 分成之后呢 它只是在TMS系统里面 显示成了两份 但实际上 当你重新下载下来 完成之后 下载下来的文件 还是合在一起的 没有发生实施的变化 这个也是在应对 非常紧急的项目的时候 很实用的功能 然后 看看还有 没有其他的 其他的问题 其他的 另一个问题是 像 说我 我们是一个游戏公司 有时候一个游戏会 包括多个文件夹 每个文件夹 有几种语言 需要翻译 那有时候需要看 一个语言 把所有文件的 这个进度 这个怎么实现 这个也是关于 TMS的问题 然后TMS问题里面 可以看到 我们还是回到 这个项目 其实是可以在 他的 工作 工作的 这个页面里面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这有一个叫 分组 还有一个是过滤器 如果没有筛选的时候 我们会呈现的 所有的这些 相关的drop 它的状态 以及像截止日期 进程 供应商 等等这些信息 然后 如果你有大量的项目 然后要分组的话 比如说 以刚才的问题为例 我们可以以项目 然后再加上 比如说语言对 这个为例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 就可以去看 这个项目底下 某一个 这个语言对的 这几个文件 现在是什么样子的状态 同时呢 我也可以同时来把 这几个相关的 相关联的这几个 drop来选中 比如说 一同给他们重新 更改截止日期 更改状态 或者是分配 这个分配议员 这些也可以实现 批量的操作 这也是 今年的时候 drop页面 工作新增加的一个功能 好的 还有一个问题 看到是想看一下 InContact Editor 是什么样子 怎么边浏览 网站边工作的 那好的 那我们现在可以 包括您的试用账户 也可以直接去看 进入Streams之后呢 再集成 这个模块 我们可以找到 找到叫 上下文编辑器 这就InContact Editor 点击了解更多 然后点击观看演示 然后其中它的 完整文档里面 就包括安装和配置的说明 这个需要 您可以跟技术同事 来进行沟通 让他们帮助来连接 然后点开 这个试用之后 基本上配置好的界面 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 您像您的议员 就可以直接点击 旁边的这个铅笔小标志 然后在这里 直接进行翻译 您比如说 我要是对内容进行修改 它会立刻体现在页面上 这样也有助于 议员去思考 它的措辞 放在这样的地方 是用谁忘的词 更合适 提供了最充分的 上下文参考 所以这是 InContact Editor 这个功能 好的 时间因素 我们今天 时间关系 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 其中有一些问题 我们具体 我看到有一些同学 也提到了很多 具体的问题 我们可以线下 再约个时间 具体的根据您的工作 需要进行探讨 然后 接下来 如果您对Freeze的 两款产品 或者其他的 需要演示 或者需要答疑 然后您都可以 欢迎您联系我们 然后这是我的微信 然后这边是我们的公众号 您可以关注我们 然后接下来 也希望再 继续为大家提供 更多的参考信息 帮助大家在 本地话路上 越走越通畅 谢谢 谢谢 叫 你看 拚